哈囉,我是星浩 為你將比賽的重點畫上星浩 今年的明星賽 Steven Curry 靠著一顆又一顆的三分球 攻下了 50 分的高分 也收獲了一座全明星賽 MVP 的獎盃 儘管這表現可說是相當不可思議 但現在大家對 Curry 有這樣的能力 都已經不感到意外 不過像這樣的打法 在他出現之前沒有人想像的到 距離 Curry 第一次在 NBA 攻下 50 分 已經過了 9 年 就讓我們重回美國時間 2013 年的 2 月 27 日 重新體驗當時世界第一次感受到的震撼 見證一代巨星傳奇的開始 這場比賽其實對勇士隊相當不利 雖然 Curry 在上一戰對 6 馬 攻下 38 分 但這中唯一的全明星 David Lee 在比賽中和 6 馬中鋒 Hebert 起了衝突 雙雙背叛競賽一場 加上 Bogart 因為背部傷勢缺賽 導致勇士隊的禁區戰力告急 也因此巡秀 Draymond Green 被拉上了先發 任務是負責防守當時場軍 28 分的 Camillo Anthony 這組未來多年的好搭檔馬上就為勇士隊攻下了分數 在過半場後 Green 的一個掩護 讓 Curry 在中距離得到空檔出手命中 從這片段就能明顯看出是多年前的比賽 如果是現在對上 Curry Melo 這樣沉退的防守站位絕對是不合格的 下一波 Curry 帶球過半場 判斷 Schumper 被吸引到內線協防 直接傳給大腳的 Barnes 3 分出手命中 不過尼克隊這邊 Melo 也是火力全開 都是靠熟練的技巧吃掉經驗不足的 Green 這時的 Green 離我們印象中的最佳防守球員 仍有很長一段距離 這球又是下球後頂開的 Green 得到站上罰球線的機會 在勇士禁區人手不足的情況下 Chandler 也如入無人之境 在第一節就狂抓 13 個籃板 讓勇士一路處於落後 且尼克隊這場遇到邊線的擋拆 常人都會積極踩出來防守 這球逼迫 Curry 傳球後 轉傳找到底角的 Thompson 但他 3 分出手不盡 這波 Chandler 也是跳出來 阻擋 Jack 往球場中間運球 雖然被吹犯規 但確實對持球者造成很大的壓力 另外 當勇士將球給到第一位時 尼克也會採取包夾 像這邊 Filton 竟然放掉 Curry 選擇去包夾 Green 這樣的畫面現在應該看不到了 不過這球 Curry 外線出手不盡 這波擋拆後尼克換防 Curry 傳給 Thompson 讓他單打 JR 上前包夾 借過回船的 Curry 一個假船 騙掉輪轉過來的 Shumpert 切入籃下挑籃得分 不過防守端 勇士改由 Barnes 來看守 Melo 仍阻擋不了他的進攻 這球轉身後 Melo 在籃下競算加罰 接著獨秒階段 Melo 直接下球過掉 Barnes 籃下 2 分 再次得手 第一節打完尼克領先 9 分 不過第二節休息後的 Curry 也開始進入狀況 這球過半場後看到防守者是 Pregeoni 直接一個換手殺入籃下得分 接著利用尼克會夾擊吃球者這點 在 Jack 發動擋拆時溜到對面底角 經過轉傳後 接球投進了本場第一次的三分球 而除了這球之外 你知道還有什麼第一次是讓人感到興奮的嗎? 沒有錯 這是本頻道的第一次業配 感謝 Surfshark VPN 的熱情贊助播出 VPN 也就是虛擬私人網路 透過 VPN 可以隱藏你的 IP 位置 幫你阻止駭客追蹤或是詐騙 進而去保護自己的個人隱私 也因為 Surfshark 在全球 65 個國家擁有上千台伺服器 讓你除了保護資安以外 還可以解鎖擁有地區限制的服務 觀看平時看不到的影劇或是國外頻道 舉例來說 你今天想關注 NBA 打開官方 YouTube 頻道 卻發現內容少得可憐 這時你只要連上 VPN 就可以看到所有官方所剪輯的 Highlights 以及各種十大好球、場邊花絮等等 讓你不會錯過所有 NBA 的最新動態 且 Surfshark 並沒有限制一個帳號的共用人數 所以非常適合和身邊的人一起使用 讓你成為朋友圈的助攻王 現在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輸入我的專屬優惠碼 NBA Star 就可以馬上享有 1.7 折的優惠 以及 3 個月的免費使用 這麼棒的優惠 你絕對不能就這樣錯過 所以別猶豫了 趕緊和我一起加入 Surfshark VPN 的行列吧 回到比賽 Steven Curry 的好手感還在延續 這球又是對上 Pregeoni 運球後突然急停出手 3 分再次入袋 接著在防守端 Thompson 撥掉的傳給甜瓜的球 Curry 帶球推進 來到 3 分線沒有猶豫直接拔起出手 球空心入網 讓全場發出了大大的驚呼 像這樣果斷在快攻中出手 在當時是非常少見的 不過這還不是結束 勇士將節奏拉得非常快 在球 Jack 帶過半場後找到空手跑位的 Curry Melo 只是恍神了一下 又被投進一顆 3 分球 勇士隊也將比分給反超 在往後的 9 年間 聯盟也將會深深體會到防守 Curry 真的是一秒鐘都不能鬆懈 對此尼克隊改派防守漢將 AKA 武王的 Schumper 來防守 Curry 可以看到黏人相當的積極 不斷移動腳步跟著 Curry 但最後的下手被吹了犯規 接著 Curry 發動擋拆 吸引到兩個人防守後 用左手傳給 Landry 讓他中距離出手得分 不過 Schumper 黏人的防守 還是讓 Curry 相當不好出手 這球干擾到讓球賺框而出 因此勇士改變策略 想針對尼克更改對位這點 讓 Barnes 利用身材優勢來進攻 但是 Schumper 抓準時機 內說下手將球抄走 接著快攻歐洲部上籃得分 不過 Curry 察覺到有反擊的機會 快速要求後往前場推進 接著頂開來不及站定位的 Schumper 中距離跳投得分 下一波他在過半場後看到進去沒人 換手後一個加速 成功過掉 Schumper 造成他的犯規 接著 Schumper 又因為防守太貼身 導致哨音響起 短短防守幾分鐘就生悲三飯 也讓 Curry 有在罰球線上輕鬆得分的機會 半場打完 Curry 就已經攻下27分 有23分集中在第二節 尼克方面則有 Melo 攻下18分 進入第三節的比賽 尼克仍維持他們防守端的策略 在邊線採取包夾 這球成功逼迫 Curry 傳球 但他傳完後直接跑向底角 Felton 慢了一步結果被假動作騙跳起 被 Curry 輕鬆且易地再投進一顆3分 且相較於邊線 尼克在球場中央的擋拆防守就做得比較差 這球 Chender 雖然有踩出來 但後續沒有人輪轉補防 被 Curry 找到 Azili 輕鬆灌籃 接著在轉換進攻中 Curry 利用 Azili 的掩護 讓這次沒踩出來的 Chender 付出了3分的代價 不過勇士隊還是找不到對 Melo 的解答 前秀 Green 不斷地賠上犯規 這球則是被 Melo 一個中距離雞亭再次吃掉 也因此兩隊的比數不斷地在拉鋸 但勇士方面 Thompson 本場的手感不佳 讓 Curry 有點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 好在老將 Jack 有適時跳出來得分 把握住 Curry 創造出的空檔 才讓比分沒有被拉開 第三節的獨秒階段 Curry 從容地運著球 接著在連續的換手運球後 轉身利用掩護 在 Starman 面前投進大號3分 像這樣不講理的得分方式 讓 Philton 只能兩手一攤表示無奈 在第四節開始前 尼克總教練 Wilson 被問到他們打算要怎麼阻擋 Curry 而他表示他們會繼續包夾他 逼迫他將球傳出去 不過勇士隊改讓後衛來替 Curry 掩護 防守的 Pregeoni 沒意識到自己得上前 結果一瞬間的空檔就被 Curry 投進了3分 可以看到 Wilson 教練對球員沒執行好策略感到相當生氣 這球勇士又讓 Jack 來掩護 這次尼克隊直接換防 Curry 面的 Pregeoni 一個換手後變速 成功過掉他高插板得分 尼克方面 Melo 也受到了重兵勘防 但他也頻頻做出正確的決定 這球吸引到兩個人後 傳給 Stoudemire 在籃下用身高優勢灌進 但 Curry 火燙的手感還沒停止 連續的運球後 一個招牌的左手背後運球晃過 Philton 拉高弧度閃過 Chandler 的風阻 球再次空心入袋 尼克隊因此採取更積極的包夾 這次 Stoudemire 很早就踩出來 Curry 迅速的將球交給 Green 不過他三分出手不盡 尼克曾趁機擴大領先 靠 Melo 突破後傳給空切的 Stoudemire 兩分再次得手 回過頭來 Curry 又和 Green 發動擋拆 再次傳給他後 Green 選擇中距離出手 這次他把握住了 Curry 持續的受到兩人以上夾擊 這次在邊線將球要回來後 馬上又遭到包夾 不過 Green 很聰明的空切 接候傳球後左手上籃得分 接著在防守端 Green 成功擋下 Melo 拉下籃板的 Curry 快速推進 在三分線果斷停下出手 球再次投進幫助勇士隊要回領先 這真的是充滿自信的出手 對他來說這就跟控檔一樣 不過 Green 在要擊掌時 慘遭 Curry 無視 畫面看起來相當淒涼 但是勇士隊進區人手不足的問題 整場都還是困擾著他們 這球守住了 但進攻籃板被 Chandler 拍給隊友 最後被 Smith 投進三分 落後兩分的勇士由 Jack 石球 但在邊線遭到包夾 被迫喊了一個暫停 暫停後 Mark Jackson 替 Curry 畫了戰術 透過 Green 的掩護讓他繞出去接球 尼克防守沒溝通好 讓 Curry 得到一絲空檔 轉身出手又是命中 不過防守端勇士還是鞏固不好籃板 這球又被 Chandler 給栽走 傳給湖頂的 Melo 三分重創勇士 緊接著 Curry 在代過半場後 運球急停搭配假動作賣到了 Philton 的犯規 在罰球線上兩罰聚眾 幫助他拿到了第54分 也追平了比數 但是勇士關鍵時刻就是沒辦法擋下尼克 這球在 Thompson 的防守下 又被 Smith 高難度投緊 勇士在暫停後試圖反撲 但 Jack 擋拆後運球切入 找到包夾被裁判吹走不為力 可以看到勇士是想要在擋拆後 再替 Curry 設一個掩護 讓他到牆邊接球 但還知道尼克隊整場都在邊線 採取包夾的情況下 設計這樣的戰術 加上 Jack 運動過身 導致這波進攻失敗首場 關鍵一集 尼克再次將球交給 Melo 被狂單打後翻身跳投 Green 跌倒在地 被 Melo 投進了致命的一球 勇士最後的反撲機會 在 Curry 被包夾下交到了 Thompson 的手中 可惜他還是沒能投進 中場勇士就以四分之差敗給了尼克隊 儘管輸球 但 Curry 這場的表現讓世界為之震撼 也讓更多人開始注意這名不平凡的年薪球員 往後的九年間 他成為了全明星 年度最有價值球員 還有三次的總冠軍 在 2021 年底 Curry 在麥迪遜花園廣場成為了歷史三分球王 且這次他抱手的勝利 而他的傳奇故事在未來還會繼續的書寫下去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希望的朋友不要忘記幫我按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也歡迎點擊螢幕上的連結 觀看更多精彩的比賽回顧 最後也要再次感謝 Surfshark VPN 的贊助播出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